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们来上物联网应用的课程 那这是第二次上课 我们来做课程的介绍 我是徐旺欣 这门课是远距教学 远距教学简单来说 就是 学习中文只上六次面试的课程 那其他的课程都在网路上 那我们透过每周的更新教材 让各位可以 在家里或是在不同的地方学习 那这学期总共有六次面授的课程 那这六次包括上学期已经补课 已经上完一次 那这学期 这学期只有剩下五次 那今天一次 那还有期中考前跟期中考各一次 期末考跟期末考前各一次 所以总共六次的课 请各位把握这六次的面授 课程的时间 那其他的课程教材我全部都会更新在网路上面 那线上教材放的位置 就在我们的云端数位学习 那云端数位学习 那云端数位学习是 各位 可以在我们的入口网站 入口网站里面 登录你的帐号 那我用我的帐号 来登录 那登录以后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所谓的云端数位学习 那我们这学期的课程名称 所以可以看到物联网应用 所以这门课点进来 那目前我上面放的是我这学期准备的投影片放在这里 那之后我会运续更新我们的教材 那原则上是一周更新一次 然后会放在我们的这一个连结上面 那一般我是放连结 所以你们会点进去以后会点到YouTube 所以我的影音会上传在YouTube 那各位可以按照我上传的先后去阅读 那如果有作业的话 那请各位在作业的部分来绞交作业 那我想这个平台各位都有用过 那这个是所谓的 幻能科技大学的云端数位学习系统 那教材的 每周我会更新教材 那每次更新的教材大概有30分钟 30分钟可能有两段三段 不一而足 大概每次的时间 每一段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5分钟 或20分钟 原则上是这样 那期中考前跟期中期末考前都会有两次作业 那两次作业我会给各位两周的 两周好这边少打一个字 这是两周 所以基本上是那个 两周 写一下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两周嘛 所以这是两周 两周 那期中期末考我们考的是十做 那十做的概念是老师会带着做一次 然后再 请学生限时完成 那也许会做一些 小小的修改 就是 嗯 我们 概念 来讲说 我们这一个 这个成绩计算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这学习只有六次面试的课程 那所以 面试 面试的时候 完成指定的练习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 只有六次课其他时间各位都可以在家里阅读 所以在 面试的时候主要就是去解决各位 平常遇到 哦 问题上面没办法直接 透过面对面的方式来 发问的时候 所以 嗯 使用面试的课程可以来让各位 跟老师 或是说我们课程做进一步的沟通 好那第二部分就是线上阅读 我们使用的线上系统都会记录各位 登录 登出的时间 还有停留在网站 阅读的时间 那当然有可能你开着网站 然后去做的其他事情 那基本上 你只要每个礼拜抽一些时间上来阅读 那这个数字就会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二个重要的计分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问问题跟参与讨论 当我有使用讨论题目的时候 或是我的作业是分组讨论的时候 请各位可以尽情的再讨论 那除此之外 你可以针对课程的时候主动的发问 那这个也会有加分的作用 那接着是完成作业 刚才提到期中考跟期末考前 各有两次的作业 那完成作业 准时缴交 那这是属于第四个计分的要点 那最后就是期中期末考的成绩 那总之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做 那这学习要通过是没有问题的 好接着我们来介绍第一个Arduino的程式 那Arduino它是一个单晶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Google查一下Arduino Arduino 那这个Arduino的符号 这是Arduino的符号 那Arduino的板子 基本上是长成这样 所以我们看图片 那这个是Arduino的板子 那这个是Arduino Arduino 是现在最热门的Arduino的板子 那这一款板子基本上是设计给 设计类的人用的 换句话说 它是可以不用有资讯的背景 就可以很快的入门使用这个 为什么设计类的人要使用这个板子呢 这个要 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常常需要 控制一些灯光 音效 或是马达 做一个所谓的装置艺术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适合 用来做这个方面的一个控制 控制的板子 那我们这学习就是 以这个当做我们物联网的主要的平台 那由于这个我们需要材料 所以面售的课程的时候 我会实际做给各位看 那平常我们要用模拟器 那模拟器的部分 各位可以到这边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要写第一支程式 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 来操作到Google上面找这一个网页 叫做Synccat 那Synccat你可以注册 注册只要email填完以后 然后就可以登录 那我现在用我的账号来登录 带各位写第一支程式 带各位写第一支程式 叫Synccat Synccat 它基本上 会显示它公司 开发这个工具的公司 的名称 那这个公司 我想各位应该听过 它叫做autodesk 那autodesk 是怎么样的公司呢 它就是做设计类的程式开发 例如什么呢 例如Flash 例如Illustrator 例如各位知道的Adobe系列的 这一些都是设计常用的 因此它是一个给设计类 类 能去使用 开发控制的一个 平台 那它是一个模拟器 那进来的时候 这边可以看到这两个 那设计 其实是要建构所谓的3D列应用的 那基本上我们的课程要使用 第二个叫做circuit 那我们点进去 circuit点进去以后 各位可能看到的是空的 那我这边之前写过的 专案都在这边 那我今天就带各位来写第一支 这个Aduno的程式 所以我们在这边 点进去 create new circuits 建立一个新的 电路 circuit是电路的意思 那我们点进来 点进来以后这个界面很简单 我们可以 很快的去熟悉 这个界面的操作 来介绍 开始如何写 我们第一支Aduno的程式 所以我们载 载录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画面 第一次载录也许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要熟知 这边 的使用 还有这边主要就是 这两个的使用的方式 那这里是我们的所谓的 Components 是元件 所以你可以去找你所有的元件 那我们现在要写的程式 会用到几个元件 第一个Aduno Uno R3 这个板子 我用拖拉的方式把它放在这里 那第二个 我们需要接一些线 所以我们要跳线过来这个板子 那这个板子 我们称作是面包板 那另外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元件 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 那我们先放在这里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 这两个很简单 这两个你移到这边 一个是Do OnDo 一个是LiDo 一个是OnDo 就上一步跟下一步 如果你做错的话 你可以按上一步还下一步 那这一个是调整一下你目前的位置 它会自动让你调整 让你的元件都看得到 那这个有看到USB 那等一下执行的时候 他会插电进去 USB供电 然后他就可以执行 然后这个是针对元件 我们如果要转向 有时候我们要移 转向 例如说我们要这样子摆的时候 那可以这样子做 那基本上我们不会这样摆 因为面包板上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面包板的功能 那这个我们可以选到它 然后把它移除掉 好 那我们接着开始来拉线 那一般这个LED LED 这一个 这一个是 这个角位是正的角位 这个角位是负的角位 因此我们拉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板子上 那这个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板子 这里是负电位 所以这边 整条线蓝色的圈圈是通的 底下是通的电 那这边是 的线路也是通的 但是这两个不通嘛 因为正负不能通 不然就是短路了 那这边还有一组 那这两组是彼此独立的 一般我们就会把这边的线 跳过来这边 然后这整排都有电了 让我们靠近的元件再拉线上来 那至于中间这一块 这样是通的 这样是通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 这两个 如果直接摆在一起 这两个角位如果移到同一个 同一个这条线上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是 会形成短路 所以我们要把它拉上来 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接完线以后 那我要 这个是正电位 这个是负电位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把5伏特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拉线 直接拉 点一下 然后往下拉 要转转折的时候再点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 再把它跳上来这一个点 如果你要再重新调整 你稍微拉正 那这个颜色 一般我们正电位就是红色 好那ground代表接地 我们就是把它拉出来 然后对到我们的 对到我们的 这个角位 那这一个是black 黑色 好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 让它的角度可以变得更漂亮一点 那这两条线 那所以这边 执行以后它就有电了 所以原则上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这个是负电位 所以把这个角位拉上来 然后把这个角位的线拉上来 那当然这笔 我们可以用颜色来区隔 这个是负电位是black的 然后这个是 红色的 那原则上这个执行以后 它是会 亮的 但是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 这个执行 就直接把电传过来给它 就等于这两个接上电子 所以它会亮 那我们要Arduino 就是来控制它的行为 这样子没办法控制它的行为 我要控制它什么行为呢 例如我要控制它 一秒钟亮 然后停一秒钟 然后再一秒钟再亮 所以就是一秒钟亮 一秒钟灭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接法 那要怎么接呢 这条线我要拿掉 那这边有它的 0到13 这里称作是Digital 数位的角位 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个 我们可以传讯号给它 如果我们想传高电位给它的时候 就让它亮 那我们要让它灭的时候 我们就传低电位 所以我应该拉一个13的角位 在这里 拉一个13的角位 13的角位然后拉到 拉到这里来 这里 等一下 我们可以调的更漂亮一点 因为13的角位到这里 我们可以直接拉下来 到这里 那这个角位 这个角位 那这个角位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看可不可以 漂亮一点 那这条线 其实就是通这边的 所以都通 那所以 正常状况是没有电 那我们下令 让它通电的时候 它才通电 这样就可以控制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支 程式的配线 那配线完了以后 我们要写程式 写程式 这边点下去 那它已经帮你写好了预设的程式 那这个是用block 积木的方式 那建议各位是使用所谓的 这个 这个block加test 就是积木加上文字 点下去 是这个模式 或是你直接用文字来写 所以这边 那预设写好的程式码 接着它就进入loop 就在这边跑 那之后这边都不会执行了 所以它程式很简单 进来以后执行完一遍 然后就一直跑 一直跑 就不会停 除非你按下这个按钮 或拔掉电源 那接上电源 或重新按下这个按钮 完了以后 它又重新跑这边 跑完了以后 又跑loop 那这一行是代表什么呢 然后13个角位 第13个角位是output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角位可进可出 进就是从外面流进来 例如我们要监控 那个超音波感测器 它每秒钟会传回很多次 它的讯号 所以我要接收 这就叫input 那我们现在是要把讯号往外送 送出去给这个LED灯 所以我们这边是output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这13角位 这是output 然后 所以我们用pin mode的指令 告诉它说 这个角位是output 那接着我们写loop digital write 就是我们要使用数位角位 就是指这13个角位 要写资料给它 都叫digital write 那digital write 我第几角位 然后要传高电位 高电位的话就是5伏特 那低定位的话就是0伏特 所以我们digital write 13角位 然后等待1000个毫秒 就是1秒 那接着我们传低电位 然后再等 1秒 然后接着它又会做这个 然后又做这个 好 所以亮灭 亮灭 各停1秒 那所以各位可以改一下 把这改成3 那等下run的时候就会有3 那这个我们先执行一下 所以我们把程式码管掉 那run 好 它模拟了 开始跑 开始跑 所以你注意看 每一秒钟的时候它就会亮灭 亮灭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支程式 那程式码就是在这里 那这个程式码它一开始帮你写好了 因为它预设 就是这一支程式 而且这边有一个LED内建的 好 这一个现在跟这一个是同步 因为这一个就是在 第十三角位了 好 那之后我们要写程式 当然要把这个程式砍掉 造成写成我们要的程式 好 那这里 是我们第一支程式 但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来先处理一下 刚才在执行的时候 LED虽然亮了 但是它突然有一个惊叹号 那惊叹号就是告诉你说电压太高 那可能用久的会烧坏你的LED灯 那这个虽然是模拟器 但是也可以模拟的很好 那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个电阻 所以我们把电阻拉进来 好 记得电阻放进来的时候 它不能这样子放嘛 因为这里到这里就短路了 所以我们要转转转 所以我把它转成90度 好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电阻把它接到这里 所以这条线应该要把它拉到这里来 好 所以我们把这条线点下去 把这一条线把它接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角度调整一下 那这比较漂亮 所以它的线就会 从这边进来经过电阻 然后到这里 然后让它亮灯 那电阻用1K欧姆 那原则上是可以的 那我们自信 那你看到颜色比较正常了 所以没有惊叹好了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好那我们接着要讲我们要的作业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作业 那第一个作业我们直接用描述的 那希望各位等一下 因为我们实际上今天是面授的课程 那我后来再录这一个是让 今天没有来的同学可以在网路上就可以看到今天上课的内容 好 好那我我们想做就是LED我们可以摆三个 所以我们摆三个 我们拉我们把它放调整适当的大小 然后注意要再重新拉元件的时候要让simulation模拟去停止 那所以我们拉一个放在这里 好再放放一样位置比较漂亮 好 重来一遍 好 那这一个我们可以点到这个是黄的 绿的 所以我们把绿的拉进来 好 那我们再拉一个 再拉一个 好 这样 可能再过来一点 等一下才放得下 好 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们也把它换 换 换颜色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变成yellow 那等一下要做的时候我们要让各位练习的就是你要这个亮一秒以后亮这个 然后亮完以后再亮这个 好 那原则上我们就透过这个模式然后我们去加入 然后加入 第12角位或第11角位分别来控制这一个跟这一个 然后行程说你执行的时候是先亮这个先亮这个先亮这个 所以你要线要自己拉好 那接着模拟器 程式码的部分你要自己改写 照这边去改写他 然后完成我们第一个作业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嗯 面授的课程里面主要让各位练习的 实际上我有让他们 有到课的人都有实际上操作过 而且给我 给我检查过完成我们才下课 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上课做模拟器的方式 那之后我们就会类似用这种方式 每个礼拜会更新一个教材更新一个进度 然后固定时间会出作业 那作业的方式有可能是写程式 也有可能是告诉各位说做一些讨论 那今天的影音教学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上课了一部 和我们上课的节促 想一遍 两箱子 两箱子 这个这里的